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們今天要上課的內容 第一個我會先跟大家討論一下 就是新產品開發的特質 它跟一般的管理到底有什麼不一樣 我們先討論一下新產品開發的特質 第二個我們就進入專案管理 專案管理最重要的就是專案的領導人 專案的理論它是最重要的 所以我們要討論一下專案的理論 第三我想 企業在運作不管怎麼樣 就是ISO跟ISO的結合是相當重要的 所以我嘗試的去把ISO的條文 跟我們的這個專案管理 去把它整合 來介紹這個專案管理 因為我覺得基本上這兩個是一樣的 再來呢我們會談到 開發專案的展開跟運作 那專案的這個管理呢 很重要的是資源的分派 資源的分派跟瓶頸的解決 那再來呢有瓶頸所以我們要去解決 專案流程管道儲篩 就是要去解決這個去把瓶頸打破 然後去解決這個儲篩 那最後呢我會談到就是快速演化 因為專案的最重要目的呢 可能我們要趕快把專案趕出來 所以會談這個快速演化 那再來第八個呢 就是開發專案的成效跟評量 這個是我今天也跟各位來講這個 新產品開發專案 我會就這些點來就教各位